对长途飞行的人来说最头痛的就是适应时差 荷兰的Philips提出了一个可能的解决办法 那就是daylight 日光 Philips的概念是把daylight window放进旅馆里 让房客可以自由的控制环境来消除疲劳补充活力 你的手左右的移动就可以改变虚拟窗帘上的风景 控制室内日光的多寡 上下的移动就可以改变灯光的颜色 你甚至可以设定时间让窗外的日光还有自然的声音叫你起床 它另外一个功能就是light therapy 光疗 芝加哥的西北大学发现 视网膜上的第三种光接收体直接连接到我们的生理时钟 所以会影响到情绪还有行为 所以在生理时钟最活跃的时候进行光疗 就可以帮助我们更快的适应时差 我们经常提到EQ情绪管理 在未来当人情绪低落或者是特别暴躁的时候 也许应该先把它推进daylight window里 是一个不错的办法